混了一个大专的文凭 然后在大专留校工作 我有点好奇 一般如果想在大学这种高校里留校的话 据我所知需要有比较高的学历 比如说至少要硕士博士 对 现在是这样 现在国内的氛围是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因为10年前 不能当老师 但是你可以做一些行政类的工作 有办法 但是也不会给到你一个编制 相当于就是在做临时工 想具体的打入体制 对 想进还是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 你不可能通过一个大专文凭 就直接敲动 除非你是专业特别好 我所知道的有一些专业很牛的 就是可以进这些单位 有些烟草类的或者是 就垄断国内垄断性质 像电力类的 就只要你进了那个学校 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在这个系统 内部的事业单位工作 就像我 但是我们那个肯定是不行 因为我的专业跟我们学校也没什么对口 那你当时具体做什么职位什么工作 做的挺杂的吧 反正临时工啥都做 刚开始是当司机 在学校里当司机 给领导开车 对 差不多了 说来也好笑 学校开车混成这个屌业 临时工的状态一共做了多长时间 一直是 一直就是 对 所以为什么就是从那里出来了 就是一直相当于一直给你希望 然后你一直去努力 但是说实话去参加一些考试 就是咱也不是那颗尿 那颗尿 对吧 可能做事 踏踏实做事还行 听下来你对进入这个体制 当时还是蛮渴望的 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 可以 可以这么理解 也为此做了一些努力 考试之类的 对 肯定 很多努力 反正各方面 因为 我刚开始 天真的以为就是把工作做好 基本上 不说进入体制吧 就是通融同筹 总能保证吧 但是实际上也很难 是什么意思 按道理来说 差别不应该很大 就是你不给编制的话 只要长期在你这里雇佣的员工 同一个岗位 同样的工作 基本上要给差不多的薪水 就不能差别很大了 但是我那个地方 差距很大 可能不到别人一半 同样的付出 没有得到相同的回报 仅仅是因为你没有编制这一条 对 差不多 就是因为没有编制这一条 编制就这么的 在国内那个环境确实是这样 你不可否认 你确实就是那样 就是很多人为什么 你现在其实 各个行业都不太好 国内的竞争更大 大家很多 很多人又回到体制那去 像前前前些年 或者十几年前 大家都在外面经商创业 但是现在 反倒那个里面最安稳最稳定 现在慢慢又开始回笼那种状态 现在对 回笼的力度很大 现在很多 你像我们那个单位 海归的 那个哥们跟我玩得很好 不知道他在看 看不看到节目 估计他不会看 他英国留学海归 硕士 那你后来又怎么又是对 编制这个事情 慢慢的就是灰心了 丧失希望 怎么说 也是生活压力 收入那么低 慢慢的 你得面对现实 就感觉那个东西就像 就像是一个幻想 就是或者是一个憧憬 美好的憧憬 在里面的人就觉得 那个是个围城 就说这个东西束缚了我 我应该出去赚的更多 但实际上他们也不会出去 他们只会留在里面 但是在外面的人 还是有很多人想进去 像我 像更多学历比我高 可能能力更比我强的人 也想进去 所以这方面的竞争 感觉确实也挺大 现在越来越大 特别是高校 想要保证能进去 你最好拿到博士 才能进去 硕士还要通过竞争 在你那个单位 如果是像你没有编制的 每个月大概收入多少 如果有了编制之后 这个收入又能达到多少 睡前2K多一点 2K2400吧 睡前 没有编制2400 对 还不是到账 到账只有1800 是在长沙生活吗 对 这个生活是有点困难吧 很困难 靠家里 然后自己 其实我说实话 我在那里能够呆那么 工作那么长时间 都是家里的帮助 就是我父母 又有帮助挺大 然后后来是 1800确实活不下去 父母对我帮助挺大 我也很感谢他们 然后他们也希望我留在那 但是后来看不到希望 也跟他们商量 然后得靠自己 对 如果有编制 能开多少钱一个月 编制 据我了解 现在税前我不知道多少 税后应该是不到5000 4000多5000 但是因为像那种事业单位 他的养老保险 交的比较齐 公积金交的比较齐 可能一个月 可以交到1000多的公积金 长沙的房价本来就不高 如果你去买个房 可能两口子 就基本上付个首付 基本上后面全是公积金 去覆盖了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就只要你两口子 都在事业单位 基本上后面都可以 cover掉你的公积金 就是住房方面 就是付个首付就行 他们就是相当于福利 还cover的比较好 然后看病 医疗这一块 我真的是 我上次我在国内不小心摔了一跤 然后去 那个时候正好是从原单位辞职 原单位是买的 省值医疗保险 我去了之后 我就问医生说 我的医疗保险还在不在 还在不在期 他说你离职多久了 我说离职两个月 两个月了吧 他说可能不在了 他说离职一个月之后 可能就风停 很快就给你断了 他说如果你真的有 那个省值医疗保险 他说你基本上不用出什么钱 然后我问如果没有医疗保险 因为我是个骨折 开了个小刀 两万多块钱 两万多块钱 然后说如果是 你如果好像是 就是那种 灵活就业的 可能只能报到40% 然后是企业职工 可能只有60% 但是事业单位可能达到90% 大概890 那还挺好 对 他就是福利给的比较足 相当于有个编制 就福利给的比较足 这种单位 虽然福利比较值 但是你说一个月到手 就是4000多不到5000 可能未来会涨一点 但是你知道 在国内生活成本 成本对 肉菜 其实各方面都挺贵的 我是觉得 相对于收入来说是很贵的 很难有余钱 很难 确实很难 我是一直欠账的 然后单位同事 基本上我熟悉的 一般来说 要不然就是两口子都是一个单位 然后就两口子都比较稳定 因为单位有的时候会发些东西 然后发些购物券 一发发两个 就可以cover一部分生活费 对 然后有一些像我英国海归哥们 他就在外面 因为他是老师 学校事情忙 他就忙自己外面的事情 有些兼职吗 对 外面肯定很多人进这种学校 可能还是有这种考虑 当个老师 很多时间可以投入到自己的 另外的一些事情 就是你把课上好了 就把你课上好了 课备好了 然后就可以出去 但是现在这些年越来越紧 就国内的氛围越来越紧 就是可能你不光是你即使是做专职老师 可能有一些任务都会压在你身上 你行政类的任务可能也会压在你身上 你当时有没有尝试搞一些副业 搞啊 我 那个时候有个朋友拉着我一起去做那个叫啥 做水果 14年15年国内的经济还蒸蒸日上 那个时候 国内经济就是收入啊 就各方面的数据都特别好看 那个时候 14年15年16年 然后国内总是有一句话叫做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 对你这句话应该听过 现在是消费降级嘛 嗯 那个时候是消费升级 听多多不就是消费降级的一个代表吗 那个时候就大家都喜欢去买进口的东西 嗯 进口水果 泰国水果 然后是泰国的芒果 那个时候我朋友就拉着我一起去去做做这种生意 然后我就在长沙 因为用业余时间晚上 手手的资本也不多 因为我们每次可能就是要搭着别人的货过来 嗯 就是你可不可能像有很有很有很多资本的人去运作 就是一个集装箱一个集装箱的去做 我们刚开始 那个时候就 做得怎么样 做砸了呗 没没搞到钱 嗯 刚开始赚了一点 就是刚开始其实没赚多少 嗯 就看得看得见就是看得见它的利润率 但是水果的风险很高 嗯嗯 很容易砸在手上 最终是赔了还是赚了呢 赔了 赔了几万块 还赔了几万块 因为可能 因为那货也不便宜 刚开始就是因为刚开始那一批货 特别好 一下就卖完了 很多人吹着我们要 后来我们就急了 就压了很多钱进去 就你进入社会重视参加工作 到现在有几年了 赚尔巴紧进入社会应该是 09年的 09年的7月份 那有12年 对 去 那个时候 说实话 在国内 那个时候 不知道你听过那个公司吗 那个叫三一中工 听过 对 很大 我直接 面试 就进去那个公司 可能那个时候 现在回过头来想 可能那个时候留在 就是在体制外 可能 现在生活可能 就是各方面 会跟现在不一样 因为在体制外 可能 讲究正才实干 嗯 讲究 面面举到 讲究 讲究你的踏实程度会高于 嗯 对吧 就是各个单位都是需要 基层的员工 需要很踏实的 就是外面的这些公司 因为人家出钱请你来 不是行你来吃干饭的 你得把活干好 那个时候 确实在那个地方 也学了很多东西 也吃了很多苦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 你是进三一中工了吗 进了 在里面做 在里面做私牺生 就是你只要 愿意留下来 其实是我 我自己立职的 嗯 就是只要你愿意留下来 你就会转正 然后慢慢的待遇会好 那个其实那个时候 09年10年 那个时候是 正式往上走的时候 那个时候一个是房地产 用量 然后就是他们的出口也很多 现在那个时候 相当于你做了一个选择 你没有选择留在三一中工 然后进到你后来 那个那个单位去做临时工了 对 对这种选择后悔吗 现在 哎呀 或者或少有一些不敢吧 但是后悔 就是只能往前看 多往前看 就是你既然 何况你既然现在在这个地方 在在美国这个地方 就在我看来 现在只要你就跟 只要你愿意付出 基本上温饱 这些东西都是没问题 而且而且跟很多很多老移民 就是他们跟他们聊天 他们都说这个国家的政府啊 不会让老百姓失望 就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 就是他们就说 你就像你在这里只要纳税买10年 好像就养老保险吧 嗯 对吧 就是大家都同 就相当于其实给你很大希望吧 反正就是起码就是往前看 多往前看 你怎么评价你过去的这12年的经历 经历的挺多啊 不管是工作也遇到了挺多人吧 反正有坑我的 有帮助我的 反正都是帮助你成长的那一拨人 说实话都是帮助你成长 你他们不帮助你成长 你也不会做出一些选择 或者是对吧 后面你的人生可能就一直还是保持原样 各个方面给你太多希望 就是总觉得可以留下来或者怎么样 其实在国内大家讲话没那么直接 就喜欢拐弯抹角 就是帮你争取一下 这种这种话听得多了 自己有比较不想事 就觉得别人愿意或者怎么样 或者是怎么样 也不能说怪别人不帮忙或者怎么样 就是其实回过头来想还是自己的问题 我会多多思考 确实是自己的问题 你自己不在这里待不就好了 对吧 遗憾就是这些吧 就是可能就是没有 付出了10年的青春 10年的青春的一个地方 加上读书可能是13年 对吧 有个地方 你说没感情吧 肯定有感情 投入了感情 也投入了希望 最后这希望慢慢有点落空了 对 也就是当一个人生的一个回忆吧 对 就是一个回忆 没什么其他的 有没有发生哪些事情 让你开始思考 整个体制 包括整个社会的氛围 这样的问题 最大的事情不就是去年的疫情 国内什么消息都 就是刚开始 其实很多传言就已经出来了 那个时候 什么传言 就是武汉 武汉爆发疫情 那个时候 央视团还在辟谣 他上央视新闻去辟谣 就说并没有不识这些东西 就那个时候 其实有医生已经开始在警告了 但是 他后面辟谣了之后 马上 没过几天 好像就是那个 风南山就出来说会人算人 这不就是自己打自己吗 官媒 就这个 看着其实挺不是滋味 就是 其实老百姓挺关心这些东西的 你早点跟老百姓说 可能有些人就不会出去旅游了 就不会去武汉 或者怎么样 对吧 就是这个 也就是一个活力不够 就是活力不够 就是一个机构啊 就是国内的机构 就这种体制内 就是活力不够 就是下面的人不敢得罪 上面 就是不敢把这种东西马上说 可能上面的人确实也不知道 我看来可能 可能当时最高领导层 他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可能湖北也是为了 要把它压下来或者怎么样嘛 只是说国内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紧绷了 就更加的就是叫做 就是各个言论啊 这些平台都管得更严了 其实我说实话 我很怀念胡锦涛啊 胡锦涛他们的那个时间段 相对宽松一些 一个是那个时候国内挺宽松 你可以你想说啥说啥 没人管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自由讨论 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墙嘛 没有这个什么所谓的墙啊 好像对那个时候大家上谷歌啊 上YouTube啊 都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 当时可以上YouTube吗 好像是可以吧 可能可能YouTube是不是 我不记得了零几年 好像零几年可能就不行 嗯 Facebook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读大学 零七年好像还可以用Facebook 我在我那个单位 因为我是做宣传的 我就知道 就是知道这一点 难管宣传 确实 确实 很严 我知道上面就是 党内一些东西就是要 不管是就是很多敏感的时间段 敏感的时候就是要管渔情这些东西 国内有很多这种 查渔情的网子 网络公司 专门厂 你如果是学生发一个什么渔情 可能 可能没到几分钟 你们学校里就知道这个消息 就可以找到那个学生 通过IP 就这么 这么神速啊 就这么快 只要你人在 只要你人在国内 基本上你说啥 都会有人可以看得到 你在体制内工作 就是同事之间这种交流 会不会特别的小心翼翼 因为说实话 如果在私企的话 如果同事关系好的话 有时候也会聊一点 这个对政府的不满啊 或者对这个 心照不宣 说实话啊 心照不宣 谁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 所以大家不聊 嗯 聊可能就只是私下的聊 你说 你说一个人家比你高三十级的 一个一个副校长跟你聊这些不可能 对吧 你只能跟你的同事 你的一个办公室的同事 可能偶尔抱怨两句 你只能是这样 你不可能跟找到你的领导去聊 你领导也不会跟你聊 你跟领导聊这个事 就是这些东西 他也跟你聊不出什么话 而且吧 我也有一种感觉 当时在国内的时候 有种感觉就是 聊有什么用 你聊的再欢 聊的再开心 有什么用 一点点你都解决不了 对解决不了 而且聊的越多吧 这心里面的失望会越深 对 哎 怎么说 我 我觉得我是 说的惨一点 我就是被 被淘汰了的 就是在国内 可能就是被淘汰了的 淘汰出来了 对吧 为什么这么说 你是用什么来定义淘汰呢 也不说淘汰吧 就是混得不好吧 就是混得 没有自己想的那么 就是想要的那种生活状态 生活的这种标准吧 感觉就是也拖累了父母 感觉 就还不如自己出来闯一闯 你为什么要选择移民 虽然说刚才咱也聊到一些原因 你给自己的定位就是 是被淘汰的 觉得混得不好的 嗯 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总结总结 总结总结 我觉得我 我应该是更适应这种 比较简单的这种 人际关系 这种不愿意 就是你朋友可以 出的很来 但是你工作上 不要有太多的这种 复杂的关系 就是你直来直往的 到这边来感觉就是 就是规规矩矩 真正规规 嗯对 你该该干嘛干嘛就行了 不会有太多的 不会有太多的路子 路子肯定是有的 但是呢 你不走路子一样的 可以把事情办成 在国内基本上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你 你朋友什么 去哪里上班了 他家是不是有关系 潜移默化就会 这么想 这边我在我感觉 可能大家就是上班下班 偶尔平时记一记 但大家都是以家庭为主 对 除了除了上班 应酬很少 对没 基本上 基本上应该是没有看见过 别人有什么应酬 大家都是忙着赚钱 就我那房东说过一句 很有意思的话 因为深圳不是有那什么 山河大神吗 嗯 所以说您 你们你们把深圳的山河大神 空头到美国来试试 保证他们不躺平 保证他们天天干活 在国内赚的不够 确实赚的赚的少 赚少容易让人无望 对 对吧 可能就混日子了 就躺平了 像那些山河大神 他也不是一下就成为大神的 对 他也努力过 也掙扎过 他觉得他努力掙扎了 也没有达到最基本他想要 他还不如选择一个 更舒服的一个姿势 就是躺平 移民国家 大家肤色不一样 来的国家不一样 但是大家 目的也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留在这里生活 过更好的 基本上来的肯定是过 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基本上是这样的 可以这么说吧 就可能 看的那些 那些人 基本上 不是身体出问题 基本上也是 出现一些变故的 才会成这样的 并不是所有人 莫名其妙就变成那样 那肯定有自己的原因 是这样的 对 就我跟我房东聊天 他 他们家也是当有小孩 他说生个小孩到现在为止 好像也就花了八百块钱 什么牛奶啊 卖片啊 都社区直接给他发 那他小孩养了 他说好像没怎么花钱 那你来到美国生活这一段时间啊 给你最大的感受有哪些 大家就是陌生人 就是陌生人 会变得不陌生 就是大家感觉 你可能跟别人对视 你可能跟别人对视一样 在国内可能就马上把眼睛挪开了 但这边就不会 你对视了别人 对别人可能就马上就会给你打招呼 RU啊 或者 嗨啊什么的 你后面慢慢的习惯了 你就会回 刚开始也不习惯 慢慢的适应 现在我看着陌生人 只要他看着我 只要他眼神在我身上 我就会跟你打招呼 也是习惯 没人说你瞅啥呀 你还有哪些比较明显的感受吗 比如说物价呀 什么各方面都可以聊一聊 你觉得跟国内不一样的地方 这边的时薪 好像加州的最低时薪是14吧 13还是14 我也搞不太清楚 我记得好像之前是说的是14 14的话 基本上你一个小时 14可以买挺多东西的 鸡蛋可以买很多版本 对啊 牛奶可以买 牛奶应该可以买三桶吧 三桶都不止吧 三四桶 对 美国人为什么活着质量会比国内好 因为还是归根结底还是教育 教育 就包括你的小孩 以后受的教育肯定是 不说全球最好 肯定是全球八尖的 教育 从小到大 特别是他们的大学教育 培养了那么多人才 我也有同学来美国留学 留学来的 他回不去 为什么 国内没有对口的 因为他已经做了高精尖的研究去了 你回去了 没有对口的 说白了 其实两个国家的竞争力就是靠科技 然后也要看 为什么人家科技好 因为人家能够让科研人员爱爱心心的 静下心 因为我是在一个院校里面 就是看了看了很多 可能国内的一个 搞学术的 搞科研也没法专心去搞 可能搞着搞着 他就得养家糊口 要考虑这些问题 在这边很少考虑这些问题 我的同学留在这边 他说 他两口子每人都是三千多 不高 三千多美金真不高 真不高 但是他们养小孩买房子 在佛罗里达那边 完全过了 他说都买了房子了 这就是 人家可以安安心心的在这里做学术研究 这个三千多 如果在国内收入三千多人民币的话 如果不靠父母的话 买房生活养孩子 不可能 对 在这边毕竟不一样 他这边主要是提供了一个沃土 相当于是一个沃土 就是大家可以在这边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对吧 不管是哪里来的 我觉得我在国内可能接触的外面的东西比较多了 算是 我也愿意接受很多新鲜东西 然后 不排斥任何信息 反正 不愿意排斥任何信息 可能我有些同事呢 已经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就是不愿意接受外面的信息的程度 就是很多很多人已经局限在那个 视线范围内了 就是可能觉得知道了有什么用 或者怎么样 干脆就干脆就不愿意接受 对吧 人会变得越来越局限 其实他们也没办法改变 很多人是没办法改变 你知道了更多就烦恼更多 我觉得吧 也确实存在自身的一些束缚啊 家庭啊 各方面的 但是毕竟已经是这个时代了嘛 如果你这个特别坚决的想想改变你的处境的话 也不是说就是可能性微乎其微的 对 又不是说古代的时候啊 我想出国连个航海路线啥啥都没有 你不是瞎想吗 那个年代是吧 举国都是闭关锁国的 也也没有你身边也没有人 你也没有这个信息渠道如何去出国 现在毕竟还是好很多 所以很多人他选择把自己封起来 那很大原因还是在于自己 所谓的说啊这个无力改变 不是真的无力吗 还是你 就是他确实就是自己 自己不愿意去 归根结底 自己很多人就是自己不愿意去接受外面的东西 就是不愿意去看外面的世界 然后就 其实你跟国内的一些 朋友说你在美国 别人就会说 要小心或者怎么样 或多或少你就会感觉到一点 就是 他被舆论所引导了 对他眼里的美国是官媒 对 所报道那种美国 对 其实我父母 还好我父母也知道 美国不可能很差 他知道美国肯定还不错 我也经常跟他们通话 他是问这边怎么样 我说没问题 来到这边的人不愿意过多的去解释这些东西 过多的去说这些东西 就像我有这种感受 我就是你说多了人家还是不理解 就可能新闻都这么说了 CCTV都这么说了 或者是抖音上谁都发 对吧 你说多了也没 你说的千言万语 哪怕你就跟他视频通话 带他看了 不及他在网上刷个小视频 对他的影响大 对